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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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公園 合併公園 我們肩並肩 造地律得太鮮豔 說不出口那句再見 逗牛市之歌 你還記得逗牛市之歌 是什麼樣子的一首歌嗎 因為當初要我選 屬於SH的歌單的時候 我就把所有的歌名都列出來 然後仔細的想想看 曾經有哪些歌 然後在我心目中是非常重要 非常代表SH的 我突然看到逗牛市之歌 我竟然想說 什麼 什麼是逗牛市之歌 我們有過這首歌嗎 這首歌到底是什麼旋律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然後我就立刻上網 聽了這首歌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 然後這首歌我一play下去 整個回憶就滿滿的跑出來了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還跟我一樣 有一點淡忘了這一首 不是主打歌的歌 但是曲風真的很好玩很特別的 逗牛市之歌 三人都沒知其妝 整複是 整複是他的夢想 愛不是他的傳承 你痛到開始動盪 每個人心裡也無限 這首歌 Oh my god 夢田 Dreamfield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它是一首老歌這樣 所以 我覺得我們 又開創了自己一個不一樣的一面 我們就是可以把歌唱出 我們SH的風格跟樣子 那當然重新編曲之後 這首歌一樣的非常的好聽 因為它其實是三毛的作品 然後其實非常非常的美 再搭配這個旋律 真的是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就忍不住把他放進去 然後我覺得每個人心裡呢 的確都會有一塊夢田 這個是不管你到幾歲 可能都還是存在的吧 然後我們就會鼓勵大家 包括自己也是 勇於做夢 然後勇敢的追夢 尖峰 開盡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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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又來 人家好哭在一起的 Roll the drum 這首歌為什麼我會選呢 因為呢 這是我們三個人第一次 擔任配唱製作人 那時候配唱老師是秀竹老師 他也給了我們一些很多的經驗 比如說像用嘴巴唱出樂器的聲音 巴拉巴巴巴巴那種感覺這樣 然後因為這首歌的主題 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當我們自己在 當配唱製作人的時候 就有很多天馬行空的那種想法 比如說Pinky在裡面叫的聲音 然後還有我們講一些客家話啊 或者是一些 嬉鬧的聲音都錄進去 其實他也非常真實的 記錄我們三個人私底下的模樣 因為我們現在私底下就是這樣瘋瘋瘋瘋瘋 我相信所有的歌迷朋友們 也都已經見識到了 也都非常的了解了 所以這首歌也要輸入在我的歌單裡面 來聽聽看吧 《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 這首歌當時在專輯裡面也不是主打歌 後來會勾起我喜歡跟對《星星之火》這首歌很有感覺的是 因為我們在SH Together Forever的演唱會 有一part我們就去拿著烏克莉莉在SH咖啡這那一塊 有唱到這一首歌 出了社會離開了家鄉然後進入演藝圈這麼多年 其實這個歌詞的詞意讓我覺得特別有感覺 再來說我們心裡面的那個小女孩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 也像在對父母說 我們離開了家鄉到外面怎麼打拼一路以來 我還是當初原來那個屬於你的小女孩 也提醒自己心靈要純粹的像當初那個孩子一樣 那麼簡單那麼真實 這麼有熱情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講出了我的心情 不知道也是不是有說出你們的心事呢 Alright 這首歌女孩當自強 我覺得我們真的超酷的 我們這個曲風帥到不行 我在聽到的時候我就很迷戀 我們自己竟然能夠有這麼多不同的變化 因為我們有三個人 我們的身性也不一樣 我們各自能夠駕馭的東西不一樣 可是當我們組合在一起 我的媽呀 我們就像是航空母艦一樣 這首歌呢 你看有點這種念唱的風格 然後我覺得我們三個人也表現得非常的好 我們一直都讓自己很自信很自在 然後掌握自己的人生 其實我自己還好啦 我本來是一個很弱的女子吧 但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SAG真的超強 你看你看這歌的變化性是大的 我真的不太大顯像 除了SAG還有誰能夠駕馭這首歌啊 把不了受一點傷 昨天的深刻會變成明天的禮物 會讓我們更漂亮 她 都要做自己就是主 最美最美的夢 最美最美最美的夢 愛來過來的那麼美那麼凶 喇咙 忘記它 你心裡只有我不再有它 不想它 不想它 不等它 不等它 你已經愛上我不再愛它 你醒來以後